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我们对自己的福传使命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让今天十二月三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为福传努力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至二十节 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十二位宗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 但不信的必被判罪 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 因我的名驱逐魔鬼 说心语言 手拿毒蛇 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 也绝不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 可使人痊愈 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被接升天 坐在天主的右边 他们出去 到处宣讲 主与他们合作 并以奇迹相随 证实所传的道理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 我们的教会 纪念圣方记 撒威 他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 在16世纪 为了将福音的消息 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 他将天主教 传播到东亚地区 虽然他未能达成 到中国传教的梦想 他的传教热忱 却启发了更多传教士 向远东福传 让我们有幸认识耶稣 并相信他 然而 你对自己的信仰和福传使命 又抱着怎样的态度呢 观察你认识的人 有几个还不认识耶稣 有几个虽是教友 却不觉得信仰是礼物 而是麻烦 因为要遵守教规 要有意识的行善 要早起参加弥撒 你难道不为他们的得救操心吗 也许 我们会感到遗憾 无奈 也有一点点羞愧 因为看到自己 没有做好信仰的榜样 追根究底 我们不积极福传 原因有两个 一 因为我们自己 也还没有真正体验到 信仰带来的生命 二 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的爱 舍得让身边的人 因为不认识基督 而活在自己狭隘的世界里 无论如何 今天让我们不要停留在 消极和沮丧中 却要莫观耶稣 和圣方济萨威 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我想他们虽然心疼 却不会就此放弃不顾 因为他们知道 唯有信仰能让一个人 发掘生命真正的意义 给一个人带来永生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 今天耶稣还在努力 把永生赐给世人 圣人也不断 为还未信的人祈祷 你呢 你能为福传做点什么呢 请品尝 你们往普天下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如果你想要给你所爱的人 一个最好的礼物 就努力让他热爱信仰吧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让我用生命为你作证 叫人感受到有信仰 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为不认识耶稣的人祈祷 有勇气与他们分享信仰 我们明天再见